李珍 李珍 她们根本就是徒有虚名 什么眼光说你其实不行 她们根本就是借口 本来就是我挑她们 不是她们挑我 她们没眼光 别的公司该有福了 对 干嘛跟这种赖皮狗公司扯上关系 我们正常的 不用吧 我觉得 你已经被录取了 我 你忘了 对吧 我们刚才不是一起跳舞的 我觉得她们还蛮欣赏你的 我就是傻乎乎陪你跳的支舞 你怎么知道我会入去啊 直觉 直觉 她们还是够有人 她们还是更终的 她们还有您想看 那我还没看过 你很认为这些有种 一个人所需求的 在哪里 她们的会认你 就是她们 她们然后她们 而且 inform hating 说下来 就要去匝园 回来 欧包 欧包,起来了 老爸 起来啦 瑶瑶 你不能穿成那样 爸 我都灭完了 你没 没穿那个三点湿进去 没有啦 我怎么听你的话 那就好啊 来 起来 玩啦 奇怪啊 怎么莫名情妖就睡着了 你不是说你头晕吗 我在你饮料里放了三颗阿斯基林 我们家瑶瑶就是孝顺的 哎 怎么样 游戏没有 没问题 真的 走 我们去看看 走 我现在宣布入选名单 乐瑶 太好了 李耀福 吴俊昊 哇 耶 不好意思啊 我能问一下 帮男 我的报名费能退吗 什么意思 李婷婷 我想拿回我的钱 之前我负责的小费 还是我还太好了 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 宋娇阳 这 不用力吗 一定没入选啊 刘思楠 我 真假意 那入选会不会有工资啊 参加工程度就当然有工资了 没想到我也可以靠着 当模特赚钱 欧业 欧业 丹妮 太好了 刘思思 为什么没有李珍的名字呢 他条件那么好 李珍 李珍是谁啊 是刚才老跟你在一起那帅哥 他叫李珍 对啊 他那么优秀 又那么热爱这个行业 你们为什么删了他 恭喜李珍 你那么为他说话 他你什么人啊 我那女人就是 男朋友啊 没他的名字就对 天哥是风尚一哥 怎么能李朗入世呢 一山文物的二虎啊 除非一公一母 你说是吧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切都是赵雨天干的对吧 我可什么都没说 你真是太卑鄙 太狭流 太无耻了 不好意思问一下 你老板办过事情的 那 老板 我 我 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选上了 正在感谢罗老板 下定决心免费栽培我 真的 你也是来谢我的吗 好好努力 你们两个前途无量 谢谢罗老板 那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罗黎 到我这儿来一下 干嘛把她抱出来啊 你去哪儿了 当然是视察环境了 以后这里就是我的战场 我要崛起 你就这么肯定能选上 我选上了 那孩子怎么办 以后再说吧 我 这个小宝贝是谁啊 还在吃奶呢吧 真可爱啊 宝林啊 我记得 我们学员的津贴里头 没有应用人奶粉这一项啊 你养孩子我养你啊 再赔一个人付两份钱呢 对不起 这种事我可不干了 罗哥 他 他是替我看着的 来 给我 你给你找吧 快快快快快 这是我姐的孩子 她为了讨好我 帮我照看了半天 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 凭你的实力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了 不是说好入围就请我吃饭的吗 走 走 来 走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摸摸他的底细 谁 其实你故意刁难我 不过是想绰绰我的锐气 我知道你迟早会让人来点拨我的 所以我干脆自己送上门来好了 如果需要钱 我暂时一分也没有 不过我可以给您的 只有我的头脑 还有我的身体 这些都不是我最看重的 当然 还有我的忠诚 忠诚 据我所知 每次你费尽心力 刚把鸭子煮熟 就被传奇二十一 连汤带水打包带走 正好 我有一个对手在传奇工作 所以我选择这里 当然是希望能帮你好好的打败他 看来你为了加入我们 做了不少功课 安诺的巡演是个好机会 不过我认为 找个适当的时机跟大家解释清楚 安诺跟安娜的区别比较好 这块料的确不简单 然后她说的那成交吧 就这样 原来如此啊 我也是赌一赌 赌她的心理 算我运气不错 看来婚社会的果然是不一样啊 那你说我呢 为什么我只陪你跳了一支舞 竟然也就选了 第一 你条件好 第二 你够单纯 喂 你这话怎么听起来 都好像是我好骗的那样子 你有这个意思 你也太过分了 你不要靠我这个人 平时看上去像什么都不懂似的 其实呢 有时候我心里总在想 等到有一天 我有足够的经验 我一定不会轻易 饶过那些欺负我的混蛋的 你说那个赵雨天 他 他也不够资责 谢谢你送我回来 还有谢谢你两个帅 拜拜 拜拜 你干嘛 门不是在这边吗 你要是能从门进 谁会爬栏杆 你不是住在这里的吗 是啊 但是我是借住在朋友的宿舍 所以你要小声点 要不然我们被发现 这就惨了 你真行 当然了 拜拜 拜拜 哎 嘿嘿 被我找活的了 你以为我年纪大 啥都看不见 焦阳 焦阳 焦阳你没事吧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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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你给你面子吧 你根本不是我们当晚的人 不得你发款已经办好了 走吧 走吧 你笑我什么笑 我不是在笑 我是在抖 真认不出来 就是那天在台上 光芒四色的模特 我也认不出来 你就是那天 那个在台上 风光无限的男模 快擦他嘴吧 你只需要两口 亮晓星 就能看着我 那我这个时候 我心里不是小声 你只要试试 还能不放 那我们去喝一杯吧 你只能不放 你只要你 我心里是 你也仿意 你真的不放 你也要喝杯子? 好,謝謝,非常好 你們謝謝,謝謝 謝謝,很高興 謝謝,非常好 謝謝 請你喝杯子嗎? 謝謝 不然不然 谢谢 享用 你不是说来请我喝一杯的吗 现在怎么都变成专业刷完工啊 我这几天是怎么了 每天都在咋咋 反正也没地方可去 洗几个杯子 今天晚上你就不用睡大马路了 睡这里啊 对啊 这里就是我的休息地方 我已经跟老板说过了 你不是找到家里人了吗 怎么了 又被赶出来了 是啊 所以我们两个算同病相恋 你说对不对 不过我比你强一点 至少我不是人生地不熟吧 你放心 以后再照我照着 对了 我忘了问你 你不是应该去传奇工作了吗 怎么现在搞到无家可归 我被人陷害了 为什么 有人告我的作品是调窃 调窃 是我最敬爱的老师 其实是他烦咬我一口 好吧 等一下你就睡里面 我睡这边 谢谢你啊 我帮你吧 这件事情你没有反抗 这好像不是你的做事方式 本来呢 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要弄个清清楚楚的 但是现在我忽然意识到 今后我的人生这样的事情 一定不止一件 如果我把时间都用在这上面 就没有精力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了 所以我要积蓄力量 等到我有能力扳倒对方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手软 嗯 那告诉我 你的梦想是什么 看看你的手帐 S.O.S. 什么意思啊 Song of Sunshine 一个以我名字明明的服装笔牌 怎么样 Song of Sunshine 教养资格 很美的名字 难怪那天我看到你穿的那件衣服 我就在想 这个女孩的才华真不一般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 在设计上我有绝对的自信 我可不是说大话啊 你看 刚才洗杯子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呢 这有什么好说的呀 你不要看一个东西设计图纸上漂亮 但是真要体现设计的神韵 需要无数次的定版和修改 是缝了又拆 拆了又缝 只有经过这样的反反复复 才最终能出现好看的衣服 好多同学都害怕把手弄丑了 不舍得多试几次 但那样难能做出来好看的衣服啊 我这些秘密 我这些秘密 都只说给你一个人听 你不要告诉别人 没问题 冰箱里就剩几个速冻奖子 和几个戏屋室了 要不咱凑复吃点吧 真的不用客气 火连老师 叫姐就行了 我就比你大那么一点点 看起来很大了是吧 怎么会这样 我太想飞了 我还怕一过三十岁 就被这个圈子淘汰 于是我疯狂地迷恋上各种美容手术 结果 一个手术失败了 为了修复我这张脸 我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 除了走台步 我什么都不会 去书楼没有肯上我口饭吃 我已经很知足了 王莲姐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帮我了 同事天涯沦落人啊 你愿意带我飞吗 我想看到我没有完成的梦想 能有一个人帮我实现 其实我的翅膀也没那么硬了 老公为了让我在家安心带孩子 保姆不让情 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做 每天都跟打仗似的 她越是把我往黄恋婆那边拉一步 我就得付出双倍的努力 把自己给拽回来 现在倒好 算是解脱了 可是优越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了 先冲吧 不愿想那么多 就是这个小不点再拖你后腿吧 来 宝贝 看看 把它交给我 宝莲姐 以后我和小娃都靠你了 我们都听你的 你想让我怎么飞 我就怎么飞 好 从今天开始 各位就是风尚公司的签约模特 但在你们走向梯台之前 还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将来都能够在梯台上 战风自己最光彩的一面 好好好 我这个老板最随和了 没有什么长篇大论要说 总之呢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风尚的人了 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记住这一点 知道吗 我这个人的心里 就这一本来是什么 我可以问你 我认识 我可以问你 我可以问你 什么东西 我可以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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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的恋人都可以永远保持年轻 怎么了 我每次都只顾着讲自己的事情 都没顾及过你的感受 也没听你说过自己的故事 我的故事吗 讲起来很长很长 以后我们坐下来好好跟你讲 离酒吧开工时间还有四个小时 怎么样 我们去哪里逛逛 或者是看个电影 看电影 你跟我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两个谈恋爱 不可以吗 我们才认识多久啊 怎么可能会谈恋爱呢 我等会儿还要去趟小雪呢 待会儿如果去酒吧晚了 你帮我跟老板说一声吧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看电影呀 下一次吧 时间拟定 我有钱啊 那是什么你臭活呀 你臭活呀 你为什么打我起来 小雪 我去 小雪 小雪 你别这样 这种人你也忍 为什么忍 我不忍能行吗 我不忍我就能幸福吗 她要不是事事不如意 她今天会这个样子吗 她会这个样子吗 她会这个样子吗 小雪你住手 她疯了你也疯了 她疯了你也疯了 她疯了 你们都疯了 就让我不活了 姐 你带她回去吧 我给你看电 回去吧 回家了 回家了 怎么了 回家了 走吧 我不回去 我要喝酒 去哪 我回家了 坐下 你自己把你拿过来 我帮你回没放这个时间 我帮你回家 你跟着董事长 再两天就回来了 我怎么交代 还有 全国党交会 今天的领单两份 今天又受了百分之十 现在大环境不好 销量确实不好为止 大环境不好 那东南那边怎么逆势反掌了 我告诉你 如果这事让董事长知道了 咱们都没有好日子过 我一会儿就去封上 李总 明天无论如何 我也把案子定下来 不会再拖了 都给我听着 董事长回来之前 没法定这事 直接却HR办理这手续 别来讲 都给我夹好了 头 肩 臀 小腿 脚后跟 全部都要贴到桥 你 怎么回事 夹好了 不是说手头吗 还做这种菜肠 这边 这只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 今天只是换了个对方座而已 看到了吗 这就是素质 天分 潜质 态度 以及可塑性 决定你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 超级模特 请记住 刘汉只是第一步 刘汉只是第一步 老师 请问我们站这三个小时 跟哪一条线有关系啊 您能不能讲点给劲儿呢 咸丰年那条科早就奥了 那你想学什么 模特大线的性物表情啊 老师 我让你配合一下 说乐瑶是冠军 冠军是乐瑶 冠军是乐瑶 这这 这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老师你看 我只会经我不会洗 我都快练残了 你能不能先教我这个 加好了 加住了 如果你们还有谁认为当模特 就是站在梯台上 需要自己训练性的话 你们现在就可以出去 我无法满足你们那些 无知的幻想 那就换一个人呗 非诚让我们出去 你自己不出去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 我是要出去 不过今天 这里的摄像头要告诉我 你们谁最有可能参加 下一周的巡演 巡演 下周的巡演 我们下周的巡演 在这里 是新年纪水 下周的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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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不过今天 就会有很多 我们下周的巡演 就是 下周的巡演 地下周的巡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眼神里有一份执着坚毅 奥夫也很不错啊 很破烂 另一种味道 另一种味道 李真也很有质量 雨天遇到劲敌了 没有对手的人生是失败的 你们抓紧时间放松一下啊 很好很好很好 第一天训练就有这么完美的表现 作为老板我真的非常感动 当然 寻演是什么样的 拍光照带劲吧 不到演出那一刻 我是绝对不可以透露的 不过我可以保证 这可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商业演出 是艺术 是大胆的挑战 是充满想象力 和戏剧性的视觉盛严 到时候全程的媒体都会到场 各位 就尽情地释放你们的魅力吧 好 好 谢谢 我让啦 你以为这种秀 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吗 没错 想去的人都到我来报名 不过 也先参加一个特殊训练课程 一人五千 还入费呢 有了吧 像这种课 他就免了吧 你有多久没走台谱了 从来只见新人校 我可不想看见你哭啊 可是我们刚来这儿 就要交五千块钱 也太那什么了吧 不想交钱没关系 我从来不为难没钱的人 先记账以后再扣 这样公平吗 这点钱公司承受得了的 不是承不承受的问题 你这样根本就是变相收费 变相 我觉得我很直接的 你不想上啊 你可以不报名啊 这叫双相选择啊 对不对李珍 我没钱 我不去了 我报名 以后总演出费里扣 还报扣她的 好 越来越明目长大 这种搜主意 你也想得出来 是我怎么样 合不合理就看有没有人交 有人交就合理啊 公司这么想赚钱 干脆招人的时候 要培训费就得了 你到底是什么呀 人五人六的 公司开工资是养你吃闲饭的 少跟我这儿装好人 你先惊惊自己 有没有这个分量 姓江的 你最好别惹毛我 惹你 又怎样 别以为罗老板能罩着你 说到底 你也是她养的一条狗 我 张老婷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这样就理亏了 我不是君子 你不是君子 起码是老师吧 说是要指导我 都知道到哪儿去了 遇到问题就跑 算什么样 哪那么多废话 你就只知道用拳头解决问题啊 我看你耍我的时候 还是挺充满智慧的嘛 那天你知道的事 我都知道了 你当时干嘛不跟我解释清楚啊 你让我说了吗 我又没有手堵住你的嘴 什么人嘛 都别吵了别吵了 不要急啊 一个个来 特训课下午一点 正式开始 过时不后啊 张经理便宜一点嘛 你便宜点贵啊 说真的 要不这样子吧 我妈妈在女士学工作的啦 以后你来晚上看吗 你打折咯 我这动物车超过以后 这都给你断回来对吗 对吗 快点吧 怎么那么久啊 封上没这个规矩 想破例也行 赢了我再说 怎么赢 面试第一 好啊 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实力 封上了就这里能耐 靠压在了签约模特 能有多少签头 想杀鸡 至少先等他敷几个担子说吧 你是来打工的 还是来监工的 模特只靠身体说话 不用做 找我单挑 是因为教养吧 是你先跟我叫板的 我给你个机会而已 谢谢 我很高兴成为你的对手 特别在感情上 一个合格的对手 比十个不合格的朋友 强多了 怎么比 比比看谁快 好啊 哇塞 太彪悍了吧 哇 终极对节开始了 天哥 怎么比 看谁快 开始 收采 四十一秒 该你了 开始 天哥加油 听说你是名牌大学的高台生 为什么会喜欢她 你说什么 赵与天哥 她可是个小痞子 她可不是什么英雄 反正我也不是什么柔弱可怜 有小宝贝嗷嗷嗷嗷的美人 我不需要她来叫 那是我姐的孩子 我找人来看一下 你有问题吗 原来是这样啊 三十九秒 听说好厉害 都别闹了 特训课马上开始 两分钟时间准备 迟到取消资格 还不去 我 王总是吧 我用你的交情 模特要适应各种的 不过 有什么 我用的 我用你的交情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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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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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比这点事还大的 就剩收购你们公司了吧 雨天跟我呢 真有着父子兄弟般 生死情义的 他呢 就像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我养了他十几年 多少心血 不是用钱能衡量的啊 模特说到底 就是经纪公司的商品 感情再好不也是为了卖吗 趁着行情好高价抛出 以后再继续培养新的 一样赚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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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这里当成血汗工厂了嘛 一百块钱的东西做好了 让你卖两千块啊 一百闲低 一千好了 有钱一起赚 要是我自己卖呢 我就能卖到三千块 三百能卖出去就不错 还三千 叔叔你好 你是什么 叔叔 你不认识我 我是李箱 李总 半妥了吗 我碰见那天冒充您职子的年轻人吗 我碰见那天冒充您职子的年轻人吗 她好像刚进风尚 打算当模特 我以为她有多大追求呢 就这副模样 你们 如果那个姓罗子不放人的话 以后不要给她任何点头 我看她能不能生事 我懂了 薇薇 上次提到辞职的事 是我一时气化 别往心里去 其实公司很器重你 我希望在工作上多用点心 好吗 我明白 那李总我先出去了 李真 完了吗 你跑哪儿去了啊 都没拍几张照片可不划算啊 食饮地吃饭了 那我先耍了啊 拜拜 来 我 年轻真好 你很老吗 我看到她的样子都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啊 对了 还没谢谢你呢 谢什么 我的学费不是你帮我颠的吗 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 运赌服输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你的钱 我会牢牢记在账本上的 等一有钱就还给你 我说过 你的投资会有回报的 走吧 等你认识从开始 现在过去刚 喂 什么那样 不是约好了吗 什么时候约好的 你说我改天 时间我定 我就定今天啊 我都已经请假了 是你最喜欢看的吸血鬼电影 我的天啊 我不会都怕金三了吧 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可以走了吗 你们两个有约 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我忘了之前跟他约好的 没关系 我们改天吧 对不起啊 你耍我们啊 不好意思啊 我 是我自作主张 你别误会 下次吧 不好意思啊 不过 下次 我不会再让着你了 臭丫头 你 你是很喜欢害我丢人吗 我哪有 我都说了不是故意的 你 喂 你男子还搭仗去了 也比后天 没关系吧 你 我 别再警告你了 不准对我姐冻醋 我没有 我那天就是喝多了 肯定是误伤 误伤 我揍你一顿 我也说喝多了 也说不知道可以吗 向天 老婆 老婆 已经教训过你姐夫了 这个就是她给我买的 你终于君哥我陪你道歉过了 就是 她花了我好四五百块钱呢 我刚赢呢我 你笑容 还赌 诗诗 笑容 你笑容 你连我一块大死钻了 你不会 姑姑 你没事吧 你个臭丑子 你要再敢打我 我就报警了 没错 打得好 像这种打女人的男人 他就是牵揍 我看你打他几个拳都是对的 要是我说呀 君给给他吊起来 独打个三天三夜 这样他就老实了 男人烂净该话 像你姐这样人 要忍到什么时候吗 再说这样人根本就没有用 他早晚还是要打他的 你姐太懦弱了 要是我说啊 你说够了没有 我不是说你姐姐不对 我只是觉得 你觉得什么 像你这种没有吃过苦的人 有什么资格对我姐说三道四的 你冲我发什么镖吗 闭嘴 我就不闭 我就张着 我都跟你走了十条街了 我一直饿着肚子 难道你就请我喝西北风是吗 没带钱啊 你早说嘛 我带了 走 我请你吃饭 不吃了 你回去吧 你不会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吧 对 你爱回哪儿去回哪儿去 不送 谁让你送了 我有脚的 混蛋 混蛋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跟李震去看电影呢 不吃好歹的家伙 我想对你好点都不行 订单非但没有增加 还掉了百分之十 紧急促销方案我正在拟定 我对新一级的设计很有信心 针对南庄若想 我想从代言模特着手 加大推广力度 前几天 你哥的忌日你去了吗 我 不仁不义的家伙 听说 你连自己的侄子都不认 大概 我是一时没认出来吧 爸 您不会因为这个事提前回来吧 嗯 李震 哪天叔叔没认出来 别放在心上啊 没关系 毕竟这么久没见了 认不出来很正常的 爸 走 上车吧 走 你妈没留下什么话吗 没有 爷爷 你回去吧 爷爷 我 十七年了 你妈一声不吭 带着你离家出走 和我们断绝联系 一点音讯也没有 根本就当我们不存在 现在他去天上享福了 就把你这个儿子扔回来 我们家不是垃圾厂 爷爷 我不是垃圾 热圆 热圆 老板